嘿!哈喽大家我是成田 这一期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这首原创曲子 自禁80的一些录音的分轨文件 那么这首曲子也在音乐平台上架了 那么大家想听的话 就点击到音乐平台里面去收藏 可以每天循环播放来收听 那么熟知我的朋友们其实都知道 自禁80这首曲子 其实在几年前它已经有了这个demo的了 后来是因为这一次我觉得 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成品 因为它也是咱们一般的一个产品的演示曲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挣个八斤把它弄好一点点 那么我想讲一下在音色构词的方面是怎么样的 首先的曲子它叫做自禁80 其实就对自禁80年代的音乐风格 还有一些大师这样子的 所以我是运用了很多在那个年代 比如说英格环伍斯丁 还有Paul Gilbert Steve 周沙奇安里等等大师的一些乐剧 他们的一些作曲手法来设计这种曲子的 那么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虽然说是自禁80 虽然说是自禁30年前的那个时代 但是我是希望音色会比较偏现代一点点的 所以有两个音色我是一定要用现代的音色去表达 第一个就是鼓 第二个就是吉他 那当然我们重点就要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吉他音色的一些设计怎么样的 因为我这次录音全都是用软件效果器的 我并没有用到一些实物 比如说箱头 还有一些综合效果器 我都是用到了软件效果器 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都知道我是NUNO DSP的深度用户 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东西 而且他们家的东西的品质非常好 但是以我现在手上现有的音色来讲 比如说Jumpatucci 还有Rabia 他们的音色都不大适合这一首歌 真的是很神奇 虽然他们也是比较偏现代的音色 但我还是感觉会差那么一点意思 这样子 等一下给你们听一下 你们就明白我说什么了 所以当时在录的时候 我就比较焦虑 就是说应该哪个音色会比较适合一点点 后来NUNO DSP那边就跟我讲 要不你试一下 Asato最新的签名款 那个音色 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需求 这样子 那么我就试用一下 结果发现这个音色还真的蛮适合的 好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来听一下 我这个至今邦里里面的音色 对吧 这个Asato的签名款 在这里面 它是为什么这么契合这首歌的主题 还有我一些编曲里面的设计 军里面谈的什么东西 还有配器 因为你们在听混好音的版本以后 不一定能听到这么多的细节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为了做一些弊样 不要抢了主体的声音 可能把音量说的比较小一点点 这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分轨 好不好 然后我们先看一共多少轨 一共是有75轨 当然这个是算上了效果器轨 然后最上面是鼓主 然后这里是有贝斯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些 就是我中间的时候有一段人声的一个伴奏在里面的 还有效果器轨 然后还有语剑琴 还有合成器的铺底 还有我们其他的和声 还有各种铺底的音色 还有自动爬音 然后管风琴 还有我的solo 然后下面也是差不多的了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扫弦 对吧 还有分解和弦等等 然后中间这个人声的独奏 还有节奏吉他在这个地方 那么所以大家看到了其实配器还是蛮丰富的 好了我们现在直接从前奏开始听 前奏这个地方我们听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个前奏 这还写着第二次修改 对因为录音要修改很多次的 然后这里我用到的效果器 就是咱们这一款 NURO DSP的 阿萨头的签名款 对 你看 就是长这个样子还挺好看的 我们solo听一下这个音色 那首先我觉得阿萨头的这款音色呢 它是比较偏音色一点点的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音色的声音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本来也有Mesa Boogie的那个建模 但是我个人就不大喜欢美式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它相对比较冰冷一点点 然后音色的声音呢 它是比较脏一点点 那么我认为这个脏呢 它是一种味道来的 当然 这个阿萨头它没说它自己是 什么样的一个音色取向 我听出来我感觉是比较像音色这样子的 然后基本参数我是没怎么调过的 因为我记得当时打开的时候 这个界面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就当时它打开的时候 阿萨头在这里 对 对 对它打开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它这个时候是个轻音来的 我们听一听 过载 那我就直接换到这一个 适真的通道 就这个界面 然后再把这个延迟跟那个混响关掉 这个音色就很对了 我们再听一下 对吧 这个选音色的重要性就你放进去 就应该感觉是对的 而不是说放进去以后 你可能还要想半天这里EQ要怎么样调 然后这里要怎么样切 如果你有这么复杂的东西在脑海里面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证明这个音色不大适合这首歌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solo的部分 就是主歌的部分 对吧 这边是这样子的 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我们再听一下 好 那么音色也是一样的 这里的音色也是用到Asato 对吧 都是一致的了 然后跟前面的音色都是一样的 这个调节基本上没怎么调 就是预置 它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重要 就是如果你的预置特别好的话 它就会省去你后面调节的一些很繁琐的事情了 那么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就是如果音色没选对 当然这个对错只是我自己的标准 就以这首歌为主这么一个标准来的 那么如果这里我选另外一个艺人的一个音色 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选一下这位兄弟的 对吧 比如说选他的 对不对 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吉他手 比如说黄太平洋就是他弹的 之前他也是斯蒂娃乐队里面的那个节奏吉他手 对吧 像他的这个签名款 他就会比较偏向于八九十年代 如果按照背景来讲 可能他会更契合这首歌的主题 我等下放给你们听你们就明白 就是如果一用这个音色的话 它感觉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不能用太老的音色 我觉得还是要用现代的音色去致敬 那个时候的音乐这样子 我们来听一下 我先把它的周边都关掉 这个EQ就不关了 好我们来听一听 对吧 大家能明白我那个意思吗 对吧 他听起来那个音色会比较老一点点 当然这种老 他不是个贬义词 不是说他不好 只是说在这首歌 我需要用新的音色致敬旧的音乐的时候 可能他就不大适合 我们再听一下Asato的那一款 切换过去 好切换过去 对吧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音色会更紧一点点 但相对来讲就会薄一点点 中频不是很多的感觉 那么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取向问题 就是我认为Asato的音色在这一刻会比较更适合一点点 那我们再换一个 比如说我们换一个Jump Justi的好不好 这也是我之前有推荐过给大家的 我们都来听一下 Jump Justi的 我也是不调任何东西了 直接用它预制 现在声音有点闷 我把声音稍微调一调 把这个打开吧 怎么样 它的音色也是好听的 但是我觉得不大适合 对不对 再换一款 比如说Rabia的 Rabia是我 最推荐的一个 因为它最全能这个音色是不是 因为它里面还有合成器的功能 我们Rabia的那个音色也听一下 好 用它高争议的这款音箱 非常前卫看起来 周边也关一关 好 听一下 我稍微调节一下 感觉还是有点闷闷的 品质还是非常的好的 好 我们现在接下来切换到Asato的 对吧 其实这里面这四个音色 首先我认为品质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是那个观点 要更适合当下的音乐 去选择这个音色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里没有一个高低好坏之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么多音色 就是因为你要去 呃 伺候我现在当下的东西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认为 我这个曲子 我这个鼓的音色 然后加上Asato的这款音色 我认为是最适合我这首至今80的 好了 我们继续看其他分轨哈 然后音色上面 solo上面 我就用了Asato的这个签名款对吧 然后节奏吉他上面呢 我是没有用这款音色的 因为我觉得 他们要有一点点音色的区别这样子 所以在节奏吉他上面呢 我是用了另外一个人的签名款 就是John Patrici的签名款 对 就这一个而且预制就是他这一个 Colusco这个Rhythm B 啊这个东西啊 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节奏的一个预制 这样子哈 让我们来听一下他音色的这样子的 对这个右边这个吉他 他用了这一个那么左边这个也是一样 左边的对 就这一个也是用了他一模一样的音色 然后再把这两个统一输出到我们这个电吉他节奏的这个Buds轨里面 然后加了一个压缩 然后做了一些EQ的调整 还有一个动态压缩啊 就做了这么多的一些小处理这样子啊 我们再来听一听 这个压缩也是压了非常的小 有一点点让他可以再平稳一点点 然后这个EQ 为什么这个EQ做那么狠呢 是因为要给我们这个solo去做一点让位的 如果没有这个EQ的话 它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吵一点点 所以我就把它 做了一些处理 对就这样子 当然这个混音的版本是我自己的混音版本 因为这首歌的最终版本的混音是在水歌那里混的哈 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给自己去做一些简单的混音的时候的一些思路想法来的 最终版以你们在音乐平台上面听到那个为主就OK了哈 这里是学一些思路就OK了哈 所以我们的节奏吉他上面的音色跟solo吉他上面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节奏音色跟solo音色可以有一个错开的感觉这样子哈 好我们去听一下我们的副歌部分 副歌部分呢就出现了吉他的和声这里我们看一下用了哪个音色先 在这里 这个呢也是asato的音色啊 基本参数没什么变的 谈的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单独solo听一听啊 谈的东西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这里突然间有一下下去了 哦我这里做了一个自动化啊 这应该是在solo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突出我把音量稍微拉下去了一点点哈 好我们就搭着主solo来听一听 主solo来这里 听一下一起听吧 好再把这个节奏吉他也放出来听一听 我把这个节奏吉他鬼拉上来吧 大家可能会好看一点点哈 那现在就是哎这个和声还有我们这个主solo 还有节奏吉他我们都放在里听一下啊 好我们就直接往后面看 然后就到这一个中间的一段大solo前的一个 比较偏心古典的一个乐句啊 他的这样子的哈 那么音色我们就不用看了 他就是asato的音色好不好 我们听一下他的这样子的 对 然后这里呢 哎我们就把节奏吉他也开出来啊 搭着听 对吧他节奏感是很强的 然后这里呢其实我是做了一个这样设计就是我 把这一个东西加在里面去了 就是人声的这么一个类似那种教堂里面合唱的东西 来做一个铺底的音色他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就这一段了我们听一下我们单独先听一下这一段 对吧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好像去到那个年代的感觉一样 然后我们就全部就混在一起听一听哈 来 哎这里还有个合成器的铺底还有个语剑琴 我们这两个也听一听啊 他来这样子的 对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种新古典的音乐如果没有这个语剑琴的话呢是听起来味道是不足的 就这玩意你听一下没有的话 对吧你看这个东西出来 对吧是不是那种那种感觉就对了知道吗 哈我们就全部混在一起听吧我们就把这个人声放出来 合成器还有这个语剑琴还有我们的solo还有节奏放出来 我们听一听这样子的这几轨的一个配合啊 大家看一下有轨数比较多这里 还有这里我把这个开小一点点 哎这样你们就能看得清了 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来 对吧好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轨道打开就包括鼓啊贝斯这些都打开 我们再听一听 对吧这一段我不讲 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要自尽来为大师就是硬鬼麻木丝丁 就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吉他之神哈就这样子了哈 然后就来到我们的第一段大solo了啊 第一段大solo就是炫技的时候啊 用到的东西也是合成小调这样子啊 我们来听一听啊就这个部分 那么这一段除了solo是炫技以外的 其实我在这个铺底的一个地方也是做了一些合成器上面的一些小动作的 我们先听一个这一个啊就绿色这一个 它上面有一个铺底的音色它音色的这样子的 对不对很有那种吸血鬼的感觉就是要这个feel 然后下面还做了一个自动扒音的这里写的偏右 我看一下偏右是偏到什么地方啊对它的声像是偏右一点点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自动扒音是什么东西我们听一听单独听哈 对吧我们右边耳朵有声音 对所以这一个合成器的铺底加上这一个自动扒音它是这样子的一起听 好再加上我们的节奏吉他 对这里有个小碎话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这一段我们就把全部东西放出来就不听solo听一下这个伴奏我一直觉得很爽的 对吧特别那个古典卡中这个节奏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爽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段 然后第二段大solo的时候呢其实是转到了这个b小调上面去的就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了我们来听一听啊 那么这一段其实就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我又把它设计成一个非常经典的那种摇滚的节奏就是 就那种是不是一听起来就很80年代的感觉 然后把配器换了一下 因为之前是有一个那个合成器的铺底这样子是不是 那现在没有了 变成是管风型的铺底 因为我觉得80年代的摇滚乐必须要管风型 到现在我也是觉得只要是摇滚乐 你如果没有这个管风型是没有灵魂的 它听起来是这样子这个管风型 它就震动那种感觉特别爽 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自动爬音的这么一个铺底的东西 它就偏左边的 听一下 这个自动爬音它就倒过来的 就从高音到低音 这样倒过来的 然后大家这个管风型听一下 当然这是我自己编的时候觉得这样子很爽啊 但是水歌混的时候可能把我这个自动爬音 它收的比较小 因为它觉得有点影响了我主solo 它这个不重要 你们可以听一下我这个幕后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一个全楼打开 不要开这个solo 我们听一下半周怎么样的 对吧 它就对这个意思了 让我们接着看下一段 下一段是一个故意设计的这么一个手法来 就是这种风格 它其实它不存在于80年代 它会比较偏心派一点点 其实我当时弹的时候只是想做一个有点律动 想让这个人摇起来这么一个动作来的 所以当时弹的时候 是没想过中间要加个人声的 我先把人声这个东西给mew掉 我们听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它节奏型的这样子的 对它很有律动感 其实这个时候它是个half time 对吧 它本来这种曲子速度是150 这时候是75 是不是 然后就弹了一些比较有律动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当我编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来想如果只是这样听的话 它是不是有点太空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有点太空的感觉 然后我想补点东西在里面 那么最开始想补的时候 就是补了一个扫弦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画龙点睛的 这么一个东西来的 虽然这个扫弦是个八度的扫弦 一共有两轨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单独听一听 对但其实这样的扫弦 它只会让这个音乐更加的丰富 但是这个氛围感是不够的 你们懂我意思吗 就是它可能让你听起来更满一点 更厚一点点 但是氛围感是不对的 所以我当时候想了一下 我应该加一些更大的效果在里面 所以我又加了两个这样子的效果 就是这两轨对吧 一个两个都很响了 我们来听一下 它加出来是这样子的效果 对 是不是一个很大空间感的感觉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是加什么东西先 首先先确定一下 这一个扫弦用到的音色 也是Asato的 然后 然后我们的效果器 我记得是用了Wahara的一个预制 对 对 就Wahara的这个预制 然后另外一个发送 它是用到了另外一个预制 是这个预制 这两个预制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这个名字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名字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名字 然后我记得在pitch上面 我还做了调整 这一个是正的 有一个是负的 好像是这里 对 这个是负十二的 就是降低一点点的 然后这边这一个是正十二的 所以它叠起来听的话呢 就有一个会比较明亮一点点 有一个会比较 就是乘一点点这样的 听起来会很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听一听 如果不加这两个混响的效果的话 它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对吧 它听起来就很干净 对吧 那个声音厚了很多 那么如果有了这两个混响的话 它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对吧 是不是听起来这个空间感跟氛围感就有好很多 是不是 然后下面还叠了一个分解和弦 这个分解和弦谈什么东西 我们听一听 我记得应该是弹了这个和弦的构成音 我这里应该有写的 看一眼啊 应该是这边 对应该有写名字 你看 升距A升距偏右 就是我弹了这几个音的一个分解 然后再把它叠到这一段里面去的 然后还加了一个delay 这个delay啥东西呢 也是瓦哈拉的 是个type的delay 是个磁带延时 要用到一个比较现代的模式 然后一边是四分之一音符 另外一边是八分之一音符的 我们听一下 单独听一下 如果没有delay的话是这样子的 好 把delay加上 这个空间感会更够一点点 然后它相对来讲 那个音收更加靠后一点点 因为本来这个东西它就是铺底的 它没有必要去抢主角的风头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听一下 就是节奏吉他是吧 八度那个少弦 很有方便感那个 还有分解和弦 好 我们就听一下 对吧 这样听起来就很有那种很苍桑的感觉 对不对 有点中东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画龙点睛之笔 就是这一个人声的主旋律 这个人声单听它是这样子的 就有点很惨的感觉 听一听 因为这个人声它是个采样来的 我并没有去真录这个人声 因为也找不到相关的歌手来唱出这种感觉 是不是这个很创伤是不是 所以品质不会说特别的好 但是其实它放了音乐里面去听的时候 你们并没有感觉它很像一个采样 我想这样说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去听听听吧 好不好 好 那么现在就是节奏吉他 还有古贝斯这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声主旋律 还有一个八度少弦 还有个分解和弦 然后上面还有啥 应该没有了 下面就是贝斯跟鼓了 好 这段也就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这么一段 那我们来听一听 对 是不是 听起来这个感觉就对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中间这一段过门的一个设计了 然后这一段过后 又回到致敬音格位的这一段新古典了 好 这里就不多说了 后面就没什么了 就跟前面是一样的咯 然后就进入到我们的主歌部分 对吧 那么这里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在副歌的时候 就是这一段的时候 就这一段主旋律的时候 我们听一听 对吧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他有一段主solo 还有一个其他的和声 对吧 其他和声放在两边 然后中间是主solo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合声器的铺底 对吧 我们听一下合声器的铺底 可以这样子的 好 那么我认为这一段 我觉得是最好听的地方 就在这个语剑琴这里 其实我后面是 就是点了一个旋律去铺垫 这段副歌的 他这个旋律是这样子的 我们听一听 就是我认为这一段是简单好听又实用 我们来对比一下 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 这个副歌听起来怎么样的 没有这一段 他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把这一段给mew掉了 好 现在把语剑琴加进去 留意了 就他给我感觉就是 除了吉他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乐器 在衬托了这个solo的感觉 我刚刚也讲了 这个语剑琴 在这种风格里面是非常重要 有那个东西感觉就对了 对吧 然后他在后面做一段 另外一段旋律的铺垫 我认为就会让这首歌听起来 会更加的好听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曲子好不好 好了 那么这一些呢 就是我这个自信80里面的所有的分轨 还有一些音色上面的想法 还有一些编曲上面的设计 其实编曲的东西讲的比较少一点 如果你们是有兴趣的话 我以后可以多做一点这样的内容 这一期的视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选音色的重要性 就是要选这个音色 放进去就是能用的 就是能对的 而不是要想半天要怎么调节好不好 那么如果你们是喜欢我这首自信80的曲子呢 欢迎你们去音乐平台里面去收听 然后这首曲子呢 也会在我的核心技巧课里面 作为毕业曲 放到里面去一样带着去弹的 所以你们想学的话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核心技巧课好不好 那么喜欢我这一期的视频分享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是成天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